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索马里兰位于埃塞俄比亚 吉布提克亚丁湾之间 面积137600平方公里 首都是哈尔格萨 人口有300多万 主要是索马里地区北部的五省 在1991年索马里内乱中独立 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索马里兰 组织了自己的政府 首脑 还有总统 五万军队 索马里兰是索马里分裂局 市中最大的国家 建国已经有27年了 而且国家内部比较稳定 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国家了 而且光是从领土面积来看 已经是一个中等国家了 比韩国还要大 但是索马里兰成立到现在 近30年间 虽然跟很多国家有关系 但是没有国家承认 联合国更是不承认索马里兰 因此 直到现在这个庞大的事实上独立的国家 还不能称为国家 联合国更是不承认其为国家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 下面这个国家 连领土都没有 但是现在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 联合国还承认的 连我国都承认其为准独立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马尔他骑士团 马尔他骑士团 全称耶路撒冷 罗德岛 即马尔他圣约汉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 是天主教最古老的骑士团之一 曾经在中世纪为欧洲立下了汉马功劳 与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并称三大骑士团 但是到现在马尔他骑士团已经直上 下几十日 而且居住在马尔他宫里 这个所谓的马尔他宫 只不过是在意大利 罗马 罗马宏多迪大街68号 租界的一栋1.2万平方米的大楼 这完全就是一个微型的小社会组织 没有灵活 没有工农业 没有作为国家的一切条件 但是 马尔他骑士团 却是联合国承认的观察员国家 而且被承认为主权国家 一百多个国家跟马尔他骑士团建交 还拥有自己的护照 国旗 国徽 马尔他骑士团的护照几乎在全球流通 可以说 马尔他骑士团虽然不是国家 但是有了联合国的承认 那就是国家 比所马里兰要命好多了 而且马尔他骑士团通过授予世界各国精英阶层荣誉国民 马尔他骑士称号 现在国家已经有一万多人了 而且都是世界的顶级精精 非富即贵 因此 马尔他骑士团虽然没领土 但是世界影响力很大 不是索马里兰能比的 真的是同国不同命啊 探究力 是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之前中文字幕提供查看更多责任 Lak尔 你